早前网上流传一视频显示 一辆陆路交通局执法单位的 四轮驱动车要截停一辆餐车 间中还发出警察的警察指示 但司机却不理会继续行驶 并驶入一个围离住宅 执法人员的车尾随该餐车 一起经过保安亭 直接跟到一间民宅范围停下 司机和乘客从餐车下来后 乘客直接向拿着手机拍摄的 执法人员挥拳 导致后者的手机直接掉在路上 间中还听到双方吵骂 急打陆路交通局公关证实 该视频是在去年在双溪大年发生 事发时相信是餐车小贩不满 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 尾随到住家 而发生挥拳打执法员事件 该挥拳男子已遭法律对付 妈妈说他人事不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